台翼英级足球好手周定阳图确定将批中华队战逃 7日赶抵台湾办理居留阵在机场开新展示 中华民国护照表示 很高兴能代表台湾参加亚洲杯足球资格赛 中央社分享台翼英级足球好手周定阳今天打击来台 他说很高兴代表台湾参加比赛 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表现 帮中华队找到最大利益争取胜利 他随后赶往移民署办理居留阵 中华男足12日将包机直飞土库曼被占亚洲杯资格赛 中华队在本次阵中包括有多位旅外好手 如今又有周定阳加入组成阵容最豪华的中华队 周定阳听着今天下午搭机来台 前内政部长于郑县民主进步党及立委黄国书办公室人员前往机场热情接机 周定阳这次来台只短短停留24小时 从机场离开后 他马不停蹄赶往移民署办理居留阵 主要是为了确保比赛时不会因为身份问题被对手刁难 明晚他将在达机飞王卡达和中华队会合 他说很开心很兴奋来到台湾 这几周有点像旋风之旅一直飞来飞去 周定阳在桃园国际机场接受访问时表示 相当兴奋成为中华男族代表队的议员 同时能代表台湾参加比赛 他也兴奋地秀出中华民国护照 他表示这段时间可以感受到台湾与球队对他的和善 有善的态度 他会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的表现帮球队找到最大的利益 争取胜利 他也感谢许多人的热心协助 让他能享受到国家队所受到的待遇 包括航程中的安排 周定阳表示 会尽快与中华队其他队员一起加紧练习 熟悉在球场上的战术运用 会尽最大的力量 希望能在球赛中争取胜利 于正宪表示 周定阳的加入让台湾足球代表队战力更加强劲 他相信台湾的足球代表队 在资格赛中将全力拼出最佳成绩 23岁华裔英级球星周定阳效力于苏格兰超级足球联赛罗斯军队 Roth County 周卫华裔第三代为了替中华队踢球 日前特别向球队告假 来到伦敦的驻英国代表处办理护照 周定阳的爷爷周永康出生于中国大陆 曾在台湾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移民英国 由于爷爷逝世多年 不容易认定国籍 周定阳特别拜托亲戚在中国取得爷爷的出生证明 再加上父亲及他的出生证明等各类文件 最终让内政部认定周定阳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全国务协列人